哈囉大家好我是八九 今天我們這支影片是我走線到美國 第二支訪問這個反共大V 那今天這位是劉大勝 那頻道叫做Vlog新生 大勝跟我年紀一樣大 我們同年了94年了 對對那我很震驚 我剛剛看了一下八九的護照 這個護照有新版跟舊版 對對對 發現了這個台灣真的是越來越走向這個台灣人的台灣 當初我關注到大勝的時候 也是2019年底還是2020年初也差不多吧 應該是那個時候 差不多 所以就是說你剛開始做反共的時候 系統就有給我推你的頻道 那時候就有在關注 未來有機會我肯定要去台灣看一看 我是中國居民嘛 拿那個中國護照 要進入台灣比較麻煩 很麻煩 那大勝怎麼會想要做這個反共頻道 其實我一直做這個視頻 我想做視頻日記去記錄我的生活 我從中國然後到美國就不斷的 我拍的視頻大概拍了四五年 從我的大學宿舍一直到今天 我通過我個人我的眼睛我的雙手去感受這個世界 尤其是美國自由世界 我感覺到這個自由真的是太寶貴了 就像光看過光明了再也無法忍受黑暗 就像中國那片土地 那第三世界我真的永遠不想 永遠不想回去了 但是常常聽到小粉紅說 你們說得太誇張在抹黑 因為畢竟中國該吃飯該吃飯 該高樓搭下也是有 但他沒有自由啊 比如說我們現在講的視頻 講這些說台灣好啊 或者說中國沒有自由啊 那在中國就要被抓了 因為中國共產黨他就沒有自信嘛 其實獨裁吧 你說像我們 我們沒有航母 也沒有核武器 也打不過他 對不對 我們就說幾句說他獨裁 他怎麼就生氣了呢 對啊 就證明他內心啊 還是覺得自由民主好 共產黨他就不認錯 對啊 他不會認錯 他認為自己永遠是從勝利走向勝利 幹什麼都是對的 你知道嗎 文化大革命 習近平上臺了幹了什麼事情 全是對的 一直到今天就跟 偉大光榮正確 我感覺他內心是很虛偽的 很自卑的 他不是一個那種 真正意義上的強大的國家 對 如果是一個真正意義上強大的國家 強大的政黨 像美國 隨便你說 這是自信嘛 隨便街上流浪漢 他都不怕中國人說 他不怕小粉紅抹黑你 對 這就是一個自信的國家 許多普通人會覺得 房子蓋得很高啊 也有高鐵也有飛機場 都有 但是做一個人要有基本人權 言論自由的權利 他沒有 那就跟豬狗沒什麼區別 六億元收入一千塊錢 那一千 中國貧富差就太大了 當官的他佔有了太多的財富 而是底層老百姓 啥都沒有 獨裁國家 他還想著要統一臺灣 就是我這麼講啊 你要成為一個自由的 民主的發達的文明的國家 然後說臺灣要不要加入我們 就像今天加入美國 跟臺灣總統說 要不要加入美國 美國本來就是個聯邦之國家 那人家臺灣投票 超過50%就加入美國 世界上有很多地方和國家 他們排隊的在加入美國 美國都不要他們 我記得在美國佛羅里達 那邊有一個島 叫好像一直想要加入美國 菠蘿利哥 對 菠蘿利哥 對 但美國好像不知道為什麼 我一直不想讓他加入 對 其實他太窮了 他的債務太多了 我記得好像他是能拿美國護照 但他好像跟美國本土公民 是有區別的 有區別 他好像不能投票吧 不能選總統 不能選總統 但他們出身的都是美國公民 類似於關島 那大晟是什麼契機想來美國 然後你在中國之前 你也有當過小粉紅嗎 我基本上也沒有 因為我小的時候 在學校裡面成長 基本上好好讀書 然後上學 我大學畢業之後 不久就來美國了 就來美國旅遊了 所以整個過程 我在中國 基本上是在校園裡面度過了 我對這些事情 就是我們講 今天的我已經跟10年前 確實不是一回事的 因為人經歷的太多事情 人的思想會有所改變 尤其是我記得剛才美國的時候 我也一個鄰居 LBNB是個台灣人 我看著他的護照 其實網上我也見過台灣的護照 中華民國護照 但真正拿到手裡面 看中華民國護照 一頁一頁翻 還是對我產生巨大的刺激 因為你想一想對岸 人家拿的是自由國家這種護照 然後我屬於中國的護照 這個對比太強烈了 而且我一想台灣人家 也是講中文 也有自由民主 也是這一塊了吧 就文化圈是相近 對 我覺得為什麼你們可以有自由民主 我們為什麼不行呢 它就這樣 就是這種思想觀念衝擊啊 因為我覺得人家美國或者日本有自由民主 那畢竟是外國就完全跟我們 文化不一樣 對 完全不是一回事 但我一看人家是 台灣人都有自由民主 那我們為什麼平常都沒有 對 這東西就很讓我這個很震驚 而且我遇到好多台灣人 我也對我對 就不斷的對台灣的看法也有所改變 因為台灣 像我們在中國都會覺得台灣人都是台胞 然後呢都是叫 其實台灣分為叫外省人跟本省人 對 結果我們到中國的那些人呢 好多人其實是外省人 本省人好多就在台灣待了 而且台灣也有他們自己的語言 自己的這個文化 也是跟中國確實區別還是很大 就慢慢瞭解我開始感覺到這個 因為中國是個龐大的國家 對 就中國境內這很多省 你看起來現在感覺就大家都說的一樣語言 那也是因為大一統它強行推行的這些東西 和扼殺的一些當地的語言 它如果說不扼殺 或者說它任其原本自由的形態來發展的話 那完全都是每一個省可能都是一個不一樣的國 我們江蘇那邊是有無語 有江外話語 你也是江蘇 對 我江蘇 同鄉 但我們那個 我們講的語言都還是有差別 還不一樣 對對對 來你講一下方言我聽 有意思 那我問你一個話 你主力什麼時候多吉畢的 蛤 蛤 這個我就聽不懂了 這個我就聽不懂 因為蘇北這個跟我們就不一樣了 哦 我說你昨天什麼時候到這裡 那你回答 你弄你的回答 不是昨天那個 金里山 你是南京人嗎 對南京的 你是假冒的嗎 不是 因為那個 蠻久沒有講的 哦 他會講好幾文什麼粵語啊 他日語也學了 他好幾文人 你忘了自己的江湘語 我就講 我能聽懂你的大概的話 對 南京話我基本聽懂 江蘇省就從 正江以北 我基本能聽懂一點 嗯 正江以南就叫蘇南地區 蘇州長州無西就聽不懂 像那個 讀書叫塔柵是吧 塔柵或是塔柵都可以 哦都可以 不同地區人不同的用法 台語依據也有點不同 太難了 像那個我比較喜歡聽一些歌 像什麼浪子回頭 浪住回頭 對 像那個 叫 那個什麼叫 噴一支一支一支的點 哦你也 哦你會唱還不錯 我還學韓國語的唱法 韓國語是 是 噴一支一支一支的點 你要不要去當搞笑藝人 對嘛我學他 那個拉斯維加在下面很多人在唱 有沒有去 我昨天看有個貓王 對 那台灣那個閩南語 就大陸那邊叫 愛拼才會贏 你們台灣人聽嗎 愛拼才會贏 那個歌在台灣也聽了很多 以前很紅啊 以前我爸媽那個年代 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台灣的話 像人前期 是不是台灣那種比較大的迷信 其實在我們台灣現在 其實周杰倫已經有點在退流心 噢 他已經是過了 已經那個時代已經老了 但是他現在回來開演唱會 他人氣矮在 只是說對於我們現在年輕人來說 他算沒有那麼新奇 噢明白 他就類似於美國的Facebook 年輕人已經慢慢不再用了 對 但他還是個經典 噢明白 對對對 就像你剛剛講的任賢企嘛 就是我幼稚園 超喜歡的偶像 噢 那個時候傷心太平洋 然後對面的女孩看過來 超夯 對 中國那些流行音樂 像我小的時候看了電影 聽了歌曲 基本上都是港台的 像我之前看大聖 好像我不知道是你的文章 還是你的影片 你說你家人被找麻煩 對我家經常被找 因為它是共產黨經常找我父母這種 它是一個你可以說 例行公事 或者說我上名單了 這是他們的工作 我也相當於給中國的一些當地政府 提供了就業機會 講到這個我接著這個話題 我跟很多就是中國人講 就是說如果說你在國內的家裡 如果說受到威脅的話 就共產黨它那個警察威脅你的時候 你承認你不能怕 因為你一旦怕了 他會追著你就會感覺像 就跟那個追到獵物一樣 他會覺得你好玩 他實不實在來騷擾你 他會越來越嚴重 就可能如果說你不怕他 或者說你至少表現的 就是說不要那麼慫的話 可能他也會來找你麻煩 只是說他不會就把你當 跟個獵物一樣 獵物一樣看起來很好 中國是我不敢回 我也對他不想回 不會想家人 我想家人可能看看月亮 我教你們一個辦法 怎樣避免相扯 每天起來看一下 共產黨跟小粉紅的言論 就不會想回去 真的 對的 真的 尤其是我一打開手機 看什麼美國一些媒體 就美國之音 或者有一些新聞報道 一看基本上就是什麼 墨西哥又什麼毒消 開始斬首了 一個卡車上面有七八個 什麼屍體屍壞 然後再看中國又什麼道路塌了 樓塌了 又什麼發生了一個事件 還有煤礦又死了人 你看一看那些新聞 你還想回中國嗎 你不想回的 美國我在這個國家住了四五年 我覺得美國這個國家真的太好了 首先就言論自由 你基本上你愛講什麼講 就沒人管你 這是第一個 還有個宗教自由 你愛信什麼教信什麼教 你隨便信什麼 你外門邪道什麼邪教都可以 在美國都可以信 這是一點讓我很震驚 還有一個就是美國的總體謠言 社區生活方式都是比較安靜比較平和 生活起來比較舒服 總體謠言 包括人與人之間 也沒有說出門就直接拿個槍子 沒有槍擊案了 其實那個只是出現在新聞裡面 對那確實是美國的一部分必須承認 但是那個是急走的一部分 這不是很常見的 其實大部分在美國都是生活很愉快 像很多人講美國槍擊案 我就講中國它不是槍擊案 中國叫張憲忠 他拿刀啊 拿汽車下 你知道就今天又發生這個事情 中國最近好多這個 就今天早上發生一個很嚴重的事情你知道 就是有一個男的他開車對吧 反覆壓一個女的 反覆壓了 我在推特上看到了 看了看了 那要看一下 那個太恐怖了 那要看一下 而且那個被錄像錄下來 這麼說吧 在中國是因為沒有槍 所以大家用別的方式去行凶 他又有槍早就去開 還亂了 假使中國現在突然開放槍 大家會先去亂殺民眾 還是會去拿來對關 可能是去殺貪官嗎 我的祖國怎樣對我 我未來就怎樣對你 對 就台灣嘛 有個小朋友發的 他要統一台灣 然後他講他是農民 然後你知道下面 其他的清醒中國人 你知道怎樣回覆他嗎 就講說人家的農民的錢 跟在給你的比 確實 人家退休金跟你 還有養老金跟你 確實 我聽說在台灣 它是每一個人都有養老金 農民 比如說種地 它種一輩子 每一個人都有 當然你前面勞健保 你自己要去繳 你繳了就 我才會有 他農民也有這種 農民有 農民有 台灣的話 那個老百姓不滿意 大家第二天凱刀就佔滿了 那個共產黨的小粉紅 他不是希望武統台灣嗎 他不敢啦 他沒有人到天安門游行 不敢啦 要求共產黨政府 趕緊武統台灣 那根本不敢 不敢啊 怎麼可能呢 沒有 因為我看有時候你的一些影片 跟那個圖片 你會說台灣 中華民國是自由祖國 這有什麼含義嗎 這只是一個笑話 只是一個笑話 因為以前鄧立軍台灣不是一個名人嗎 他不是在金門喊話 說什麼共軍 什麼兄弟們 什麼我從自由祖國發來什麼 因為中華民國呢 他實際上佔領的區域 基本上台澎金 加上太平老 台灣大部分人講的台獨 他還不跟中國人講的台獨不一樣 對 台獨人講的 人家台獨是要獨立出中華民國 對沒錯 人家就是 不管是國家未來叫什麼名字 就跟中華民國沒關係 人家就是這個台獨 但中國人認為是 你只要不跟中華人民共和國統一 就不跟共產黨統一 都是台獨 對 他不是一回事 包括什麼藍統 他在共產黨的眼裡 你也是台獨 我自己是這樣覺得啦 中共倒來之後 中國民主化 每個國家都這樣嘛 他要慢慢一直 一直一直一直 他有一個陣痛期 一個過渡期 對 我必須老實講 台灣也還在這個過渡期 跟陣痛期 但這個大部分 中國酒菜實際上 可能也不關心外國 主要還想著 怎麼工作 怎麼賺錢 怎麼買房 或者對外什麼 我要強大 因為一旦國家民主了 你老百姓要過長好的生活 這比較重要 真的太重要了 因為這太重要了 就包括台灣 台灣已經朝這個方向發展 對 因為台灣以前 可能是90年代 要討論 國家統一 獨立 未來 那些八道 現在的年輕人慢慢慢慢 其實大部分人想呢 還是要改變自己的生活 讓生活變得更好 沒錯 可能選舉的時候 偶爾關心一下共匪要不要來了 那你說共產黨派了這麼多飛機騷擾了台灣 台灣也是該幹嘛幹嘛 對 該上班上班 該喝茶喝茶 對 基本上是 我覺得你在這邊 你可以跟很多中國人 就應該知道有很多中國人希望就是台灣就現在出兵立刻反攻那個大陸 應該知道有很多這種的 可以跟他們講一下為什麼 我這麼講 我自己又是原住民 到底我要反攻回去 到底我要反攻回去 對於我來說 我能得到什麼 好啦 即便台灣真的很厲害 收復所謂的大陸了 那我能得到什麼 我不能得到什麼 我可能我弟弟或是我還 還因此犧牲了 就是從最簡單的利益來講 OK 我也希望中國人有民主自由 但是為什麼是拿我的命去換 對的 跟你太遙遠了 跟你關係不大了 對啊 那什麼世衛已經不在一個 除非今天這個情況是怎麼樣 就是中共自己打過來 中國自己內亂 然後這個時候如果 我們跟美國或日本趁身追擊 我覺得這樣可能另當別論 那就另當別論 就跟那個歷史上有個情況很像 叫那個水洋帝他打那個 習近平今天也在水洋帝 他打那個高利那裡 他當時他打過去之後 結果國內造反了 然後他把兵想調回來鎮壓 國內已經改套換態了 對 沒有搞 假設1990年代 那個時候台灣民主化運動 如果說國民黨再次派兵鎮壓 那個時候情況會不一樣 為什麼 因為那個時候 國軍裡面的很多兵 也是台灣人 你讓他去殺自己的父老鄉親 他不一定能嚇著手 但中國有個情況不一樣 共產黨從其他異地調兵 就跟你這個地方有矛盾 他一般駐軍的人 這個士兵本地人不在本地駐軍 中國的行政管理他也是這樣 他的什麼省長 市長 市委書記 省委書記 他都不市長 習近平不就這樣嗎 他有三百人 他就弄這些不同的地方 陝西 因為他知道就是說 你從不同地方調兵來鎮壓 或者說不同地方來管理 他下手是沒有任何心理壓力 其實冷戰他在亞洲 基本上還沒有結束 山巴線跟台灣海峽 基本上還是這樣 再加上現在的烏克蘭戰爭一打 基本上歐洲又恢復到冷戰時期 對 台灣韓國的成功 跟美國的關係確實很大 你看中國跟朝鮮 就能感覺到 其實一樣 朝鮮跟韓國就簡直就是一天一地的 一個朝鮮如果說他到了韓國 他是得多麼恨那個毛澤東啊 或者中國人啊 他原來如果是一個整個大的韓國 他可以用現代的汽車 用三星 用三星手機看韓劇看K-pop 他可以用韓國護照走遍世界去旅遊 結果投胎到朝鮮 哇 一切都不可能了 我看你那個文章有說你想來台灣 我想去 但是我打聽了一下 說我是中國居民的護照 即使我有綠卡 再回了去台灣也不行 因為台灣因為疫情 把這條路給封了 對 就現在我上次我也想就是什麼 不管是有沒有綠卡或什麼 就是說他都沒有辦法申請 目前是沒有辦法 那也就是說 等這個解禁之後你們就可以 對 解禁之後 解禁之後就可以 你要拿你的綠卡跟中國護照給海關看 對就申請台灣的那個大事管 就經濟文化辦事處申請簽證 要等一等了 要等一等 我知道說你們去美國好像是要去面試是嗎 對啊 可以分享一下這個經驗 因為台灣是2012年就簽進入美國了 對對對 2012年之前台灣人需要面試 之後就不需要 他那個面試是什麼呢 什麼問題都會問你 比如說你的收入啊 你家裡面那個房產啊 什麼汽車啊 資產證明 還有你的工作 你到美國幹什麼的 你到美國那個日程安排 第一天或者最後一天 什麼時候走啊 他都有可能問你 就是女遊而已 對 就是女遊而已 還有一個是什麼呢 就是你呢 去美國呢 你的目的是女遊 你不要跟別的女遊之外 任何別的事情 不要去恐怖襲擊啊 或者說犯罪啊 或者販毒啊 這美國肯定要防他 護照免錢他的重點 就跟國家的民主 其實關係不是最大 但最重要的兩個 一個是看你國家 就人民有沒有錢 這是第一點 這一點非常重要 第二點就是你的國家 你的人會不會危害他的國家安全 對 就這兩點最重要 為什麼中國護照人民 這個名字那麼少 第一點中國有 10億人月收入不到2000人民幣 6億人不到1000人民幣 其中那個什麼 90%的人的話是 5000嘛 我記得是5000 不到5000 因為很多小粉紅就說 我身邊那個誰做什麼高端產業 做什麼科技 15000 哪有5000 他是屬於倖存者偏差 他又是住在中南海 全是15000 還有一個人的心理是什麼呢 比如說窮人 他那個收入他不好意思往上講 他可能有錢了 一說青天發財了 他可能就講了 導致大家都認為有錢人這麼多 如果一個人窮了 家裡面一個月3000人民幣都沒有 2000人民幣都沒有 他都不好意思講 他可能手機都買不起 你在中國畢業就直接來 你沒有工作過 我工作了大概兩三個月 但基本上沒有工作 基本上沒有 因為那個兩三個月 連轉正都沒有 那根本那個 準確的說不算工作了 他一般是一年 才可以轉為正職 太久了吧 這是什麼類型的 中國的央企 國企 他那個時間我聽說是蠻長的 就具體我不瞭解 但基本上一定會轉正的 這樣算公務員嗎 不算公務員 因為公務員屬於 比如說司法機關 公安局什麼 那個是公務員 但這種國企 央企 它屬於叫做體制內的 體制內 但它不屬於公務員 鐵飯碗 對 對 鐵飯碗 之前那個牽小三那個手 它好像就是類似這樣的檔案 對 它就是我這個 我如果留在那個企業 你留在那邊你有可能 我如果成為留在那個企業 好好幹 好好幹 好好跟共產黨同流合污 可能就成為那個男人了 你這樣講什麼 感覺很多人要羨慕了 哈哈哈哈 我聽說中國有的立方公務員 那個工資下降了 對啊 假如有一些地方砍了 我這麼講我跟那些黨員都講了 不要怨共產黨 因為共產黨當時宣誓的時候 那黨的規章說什麼 保守黨的秘密 遵守黨的決定是什麼 你跟黨有吃香喝辣的時候 那跟黨呢 受苦受難的時候 你也得認 因為它是個黑色灰嘛 是啊 你不能說老大帶你這小弟吃香喝辣 你就光吃香喝辣 對 結果讓你上去拚命 你就不去幹了 關鍵是那個什麼 去加入這個黨的時候 你要對於黨承諾一件事 叫你要為這個黨奉獻忠實 對 對 這國民黨現在在台灣已經 據說要成為老三了 對啊 民眾黨有 非常有大的機會去取代他第二 這國民黨那是以後的話 共產黨 不懈收買 對 就看他都感覺不順眼 就覺得太不要臉了 就中國的很多小粉絲 怎麼連國民黨都一起嘛 真的真的 那現在 那你覺得下一回選舉 主要就是民進黨跟民眾黨 是啊 這兩個之間 國民黨就基本就廢了 侯友宜出來真的基本廢了 因為我們這麼說吧 OK 你們看侯友宜之外 現在誰能扶得上檯面 好像也沒什麼人 對 就是你如果是論口才 論學歷 或是論這個政策的方向 清晰的程度 我覺得朱利潤還比侯友宜好多了 假設我舉個例子啊 叫做新北或者某一個城市 自然不好 那台灣的總統可不可以命令 這個公安局局長去審理某些案件 一定要把這個凶手給 這個案件給破案 應該這麼說 如果是很重大很重大的刑事案件 跟中央有關的話 應該是會去命令 警政署長要做出這個承諾 會讓他去行政院或是立法院來質詢的 就我舉個例子啊 就比如說現在新北發生一個槍擊案 那新北也有公安局吧 那麼如果是總統蔡英文說 這案件太大了 現在發個公文說 你這個局長必須要把這個案件給辦完了 如果今年辦不完你就下台了 應該不能 通常我看到比較多都是當地的縣市長在做這個事情 就是總統他主要管他是大的概念 大的概念 那個地方的資安跟他關係也不大了 對啊 那就地方自己要負責 因為其實台灣的總統權力 你說大馬好像我覺得也沒有很大 因為主要還是在立法院 美國應該在國會 對 國會就立法 對 就是立法 台灣也是在國會身上 台灣那個行政院長 他又是幹嘛 就是總理嗎 對 他就是李強的概念 那你說他有什麼權力 他可不可以把那個 他手下有個交通部長 如果他覺得交通部長不好 開掉 可以 如果總統覺得行政部長不行 開掉 可以 總統可以開掉他 總統可以 或是他自己請辭 他們通常都會是同一個政黨 通常黨主席都會是總統嘛 通常來說啦 我懂了 我懂了 所以他也不是說用總統的身份把你開掉 我就是用黨內的身份 你自己請辭吧 哦 這樣 那你說軍隊他是總統管嗎 戰爭情況的話總統管 行政院長也可以發行政命令 因為現在還沒有發真的發生戰爭 對 實際怎麼樣我也不知道 對 那我只能從法理上來說是這樣 可能實際層面又不一定是這樣 我在想啊 如果共匪政打過來 這台灣的軍隊怎麼指揮 那你說台灣那些部長啊 那高雄市長 台北市長他是幹嘛呢 我記得他好像也可以指揮 他好像也有當地指揮權 但如果要放給台灣的縣市首長 我覺得好可怕 那應該不會 他們只是行政 他們不能管軍隊 應該放給軍隊軍長 什麼司令 哲勒斯基他把軍權下放給國防部啊 蔡英文不管什麼人 這個總統 他也不是軍事學校畢業了 他應該也不會懂打仗嘛 他一定還是要聽那些 後面那些國防部的人 對啊 那個國防部的人 天天研究怎麼打仗怎麼打仗 總統他只是競選大政方針 對 所以說習近平這個人也傻 他什麼都要指揮 對 他什麼都不懂 然後什麼又要指揮 對 所以我說了嘛 只要如果打台灣 所以習近平親自只會贏了 包括防疫也是 他應該讓專業的 專家來了 最起碼是醫生吧 我覺得 最能看病的人 你不能讓一個市長去說怎麼防疫 對 市長生病的還要找醫生看病 你想一想 如果習近平看到我們三個人在聊天 講這個視頻 他應該都能聽懂 他會有什麼感想 你覺得 他應該會問這三個人在國內嗎 還是在國外 在國內就好辦 在國外應該就摔手機 有時候說不定還有另外一種情況 習近平他不知道這個事情 就下面的人不會給他告 不會告訴他 因為怕自己被牽連 對 有可能 普丁不是也是有面臨到這樣的狀況 他可能不會用蘋果電腦 你別不信 包括那種普通的Windows電腦 他可能不會用 因為他打字 他不會打字 如果他連漢字不會打 他怎麼看互聯網 他手機可能會用 因為手機比較簡單 他觸屏的嘛 但電腦的話 他很多都是設計那種英文單字 對呀 我有這麼大的權利 你要下面的人愛怎麼搞怎麼搞 只要不推翻我就行了 你下面愛怎麼發財 你發財了我就收稅 對不對 然後你全世界的商人 都可以來我的國家賺錢 然後我就收稅就完了 他這個人腦子在管什麼 管這個管那個 有什麼好管啊你說 這個就你知道就反而 像小學生啊 他們真的 就這麼說啦 他有一個悲慘的童年 他現在要挽回來 對 他可能童年的時候 腦被別人欺負 他現在長大了 我有權利了 我要天天欺負折騰你 一看你這些人過得太好了 就要折騰你 就要噁心你 對啊 確實有這類人存在 好那今天非常感謝這個 大聖還有 明先生 然後我們來錄這一節目 然後請大家多多訂閱 大聖的頻道放在這裡 我叫劉大聖 歡迎各位來美國女優 自由世界 早日離開第三世界啊 好那我跟大聖 還有一支影片會上他的頻道 大家再多多去那邊觀看 再訂閱一下 好那今天影片到這裡結束 喜歡記得訂閱 我不喜歡記得一定要把我封鎖 我是八九 下次見啦 掰掰 掰掰